关心中国游客到瑞典所引发的一连串冲突 还有瑞典电视台影片涉嫌歧视中国人 在美华人出国旅游 哪一些文化差异应该要特别注意 都算热门新闻评论节目明目张胆 资深的新闻观察家张修杰 这个礼拜特别请到了资深的国际法律师向龙 和北美洲台湾旅馆工会联合总会的前秘书长 王卫星来为观众分析 分析中国旅客有瑞典如何从原本的 单纯搞错入住时间 到处理过程中阴错阳差三级跳 甚至最后不幸演变成两国外交事件 本周明目张胆特别邀请到资深国际法律师向龙 带观众抽丝剥茧 针对某一个族裔或者某一个族群 做整体不是针对个体来判断的 那么基础上都容易所谓的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把它整个的普遍化 就是把一两个人的事情 把它普遍化到全体 不只瑞典旅馆经营方式大不同 面对美国旅馆业 哪些华人行径也可能会因为生活与文化差异 结果让美国主流社会无法接受 被美洲台湾旅馆工会联合总会前秘书长 王卫星也特别举例说明 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台湾市场会喜欢在浴缸外面洗澡领域 那这个在美国来讲的话因为没有所谓的排水系统在浴缸以外的地方 所以这个造成了很多旅馆的房间有这个所谓的flooding的问题 淹水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文化差异的一个部分 带领全美华人看懂中西方生活文化差异 如何演变成两国外交冲突 明目张胆节目超市无线台 34.5频道 本周五晚间9点首播 东森新闻频道11点播出 敬请观众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